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自立神经失调 自立神经失调要平衡有个条件 就叫做同调同步共振和谐平衡有效力 身心灵合一有一个质感的intuition 这个叫做自立神经失调 其实如果大家很熟的话 对就是这样 我们就讲完了 自立神经平衡就是这个条件 符合这个条件叫做自立神经平衡 好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讲 我记得刚开始在很多年前 我就看外国的魂线 什么叫coherent, synchronized, entranment, harmony 老半天都看不懂 后来自己就一直摸索 摸索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终于搞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自立神经 平衡 什么叫做自立神经失调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一点小小的心得 我们的脑 有十二对脑神经 除了自主神经 就是好像我们的肌肉是自主神经嘛 你碰到热会收回来 这个管肌肉要自主神经 除了自主神经之外 其他都是不自主神经 不自主神经是谁代表呢 就是我们的脑一千五百亿个神经细胞 它很多脑合脑合脑合 就好像你一个国家里面很多阁研 部长国防部长什么内政部长 好一个人管一个部门 有的管脑的有的管眼睛 有的管肺有的管卫肝肠道 这是十二对脑神经 十二个部长 十二个部会 你这样想说 好 就管不同的器官 它这一个十二对脑神经 里面有的交感 有的副交感 甚至很多很多 我们就不去细谈了 那个交感 它对某一些器官来讲 比方说交感对心脏来讲 这个红色的交感 它就是油门 副交感就是刹车 可是对这个卫肠道来讲 副交感是油门 交感是刹车 它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 智力神经可以检查 怎么检查呢 就是做心电图 做心电图就知道你的智力神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心脏 看我们的脑怎么样控制 这个S-NOP 就知道我们脑怎么样控制全身 心电图 看到变异性怎么干 就好像说 你看你的脑的指挥家 好像有一个叶谱 我们的身体的基因 就等于是一个音叶 你的指挥就按照这个节奏来指挥 如果你这个指挥乱指挥 你的表现就不如一起 跟你的基因型表现就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的智力神经 它的受损引起的症状很多 比方说手麻脚麻 阴线 起坐心阴线 大肠起躁症 二肩半三肩半脱锤 心力不整 胸闷 心肌 运动喘 都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今天只能够简单的针对一个阴线 一个起坐心阴线 一个胃食道内流 只有一个简短的说明 阴线 阴线 平衡这个系统 是很多器官组成的 眼睛是其中一个 你看我们这个眼睛是神经 它传导现在很正常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那个miling 那个神经发言还是怎么样 它这个神经传导异常了 神经看东西 看了好久 好像那个传不回去 好你的肌肉 神经传不回去 关节传不回去 所有传导都慢了 还有呢 你的这个 半规管 半规管 半规管是管这个 前庭神经的 这个平衡的神经的 因为我们第八对脑神经有管平衡 我们的一个部分 就是由这边 半规管 等地方发出来的 一种叫听觉 一个听觉 两个部分 构成一个第八对脑神经 所以我们身体 这个不动舞蹈 还有什么不同的时候 这半规管里面的水 它会跑 跑的话 这个神经 它会传导 它会把讯号传导 为我们 我们的神经中枢 另外一种平衡的系统 很重要 就是耳石 这个耳石 人的耳石很小 那鲨鱼的耳石就很大 差不多也像拳头那么大 这个耳石 它挂在那边 你身体位置不同的时候 它就牵动你的神经 牵动神经 牵动神经 它就把位置不同的信号 发挥你的脑中枢 先透过小脑 小脑是一个平衡 很重要的器官 我曾经看过这个 小脑萎缩症的人 很可怜 整个家族这样 趴在地上 不会拿东西吃 也不会走路 头也不会抬 就是好像一个 完全没有动力的人 这样 小脑萎缩症 那小脑中风的 也很可怜 你就叫它这个鼻子 手指对鼻子 它就不不不 弄到额头 也弄不到鼻子 对这个 这个小脑中风的人 是这样 还有 你们可能没看过 因为我这里看很多 一男杂症 有一次 有一个带了一个小孩子给我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它就无小脑症 你们知道无小脑会怎样吗 我第一次看了以后 真的很难过 无小脑症的小孩子 完全没有张力 他就算一团 这个麻糬 一样麻糬一样 完全是软的 就是一团肉这样而已 现在看到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个震撼很大 没有小脑 所以小脑很重要 我们所有的信号都先传到小脑 再传到大脑 小脑整合再传到大脑 大脑再传回来 大脑再传回来 指挥我们全身 各个器官肌肉什么的 你就不会阴险了嘛 好 那所以呢 你看我们人 如果 这个传到你就会 人体就会走得很好 可以爬单杠啊 可以走钢索啦 这个整个神经平衡系统就很好很好 可是如果你这个神经传导不良 比方说太酸啊 或者是油脂吃不够了 神经受损以后没有修补好 神经就传导不良了 传导不良怎么办呢 神经传导不良 人家说事情大事大事 事情就很大了 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同调同步共振 怎么讲呢 同调同步 我们飞机要降落了 这个轮胎是不是要放下来 如果你的轮胎 没有接受到讯号被老鼠 万一飞机上有老鼠被老鼠咬断了怎么办 就用肚子降落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智力神经失调就是这样 你神经没有办法传导 同时传过去 你就会晕眩 就好像说 你看我们那个频宽不够的时候 以前啊 现在比较不会 你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 奇怪听不到声音 嘴巴在动 没有听到声音 那个就是智力神经失调的表现之一 所有的讯号没有及时传给你 或者没有及时传出去 好像切了一个讯号 这边切了一个讯号 我们的大脑说 没有办法放指令啊 你就会感觉到阴线 是这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阴线 我自己治疗阴线 其实如果你是智力神经引起的阴线 好得很快 有时候一两天就好 我非常多经验 那起座性阴线也是这样 很多人说 一座站起来 因为我们站起来的时候 你的大脑要命令你的下肢 神经胶感马上启动 把这个血管收缩 把血液打上去 如果你下肢 胶感神经没有启动 你的血就pulling 就跑到那个小腿去 大腿去了 变成你的大腿小腿高血压 上面低血压 这样知道吗 下面的血压可能是250 下面可能就70帧 就昏倒 像树一样倒下来 脑就缺氧了 所以起座性阴线是这样来的 不然你们不了解它的激转 很麻烦 它要再讲一个胃食道内流也是这样 你看我们胃 胶感是管LAS跨液器的 副胶感是管整个胃场在蠕动的 这个胶感过去感 就是第十对脑神经 Vegas nerve管的 像以前我们做外科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流行做Trungal Bacotomy 就是说把这个分泌胃酸 我们把这个branch 这个给它切掉 或者做Highly Selective 高度选择性Bacotomy 现在已经不流行做这个了 这个胶感神经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复胶感 当我们想要吃东西的时候 除了复胶感会让你流口水之外 复胶感也会促进食道蠕动 食道蠕动 食道蠕动 还有这个胶感要让这个LAS下跨液器 食道跟胃之间的跨液器张开 东西才能吃进来 进来以后你的这个快乐肌要收缩 关起来 门要关了 没有关了 就是维持胶内流 这样子知道吗 维持胶内流 如果内流到你的Stock 就会归球心满或烧心 如果内流到你的气管 你就会公围烧心 就是那个讲话会声音沙哑 如果跑到那个气管 你晚上睡觉 很开心就会咳咳咳 还有如果你睡觉 他跑跑跑到嘴巴耳朵 那么你的耳朵 就会音声耳鸣 还有关键不小心跑到嘴巴 你就嘴苦苦的 嘴苦苦的 甚至蛀牙口臭 它是整个一系列的这个关系 如果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 如果你交感 这个紧绷没有放松 就像说你等下要去上台 演讲干什么 你就赶快很急 赶快吞个东西 这个交感紧绷没有放松 你就卡在这里 东西就卡在死道 那就下不去 就没有办法吞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肢力神经失调 它就是说我们的神经 神经传导不了 或者太酸传导不过 或者是没有神经传导数 或者是很多很多 好几段的原因 就让它可能问题出在脑 有可能是出在这里 脊椎可能出在这里 可能出在这里 事实上 我治疗这个胃死闹逆流 我曾经讲说 胃死闹逆流不应该胃肠科 不应该看胃肠科 那要看什么科 看脑神经科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就是 胃死道是谁管的 是脑管的 你看为什么我们一个老人家 如果阿兹海默症 时间久了就变成吞咽困难 因为脑细胞退化了 管胃死道的中枢退化了 就吞咽困难 你的气管 那个肺炎掌鼓没有关起来 就会呛道 就这样 所以说 我们要把脑搞好 就不会胃死道逆流 很多人就是 很多原因 胃死道一直开开的等等 那如果说 所以我们 我们治疗胃死道逆流 其实就跟其他疗法一样 把酸排掉 治疗排掉 就跟治疗脑细胞的疾病一样 生通隐食等等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我这样讲 如果有一天 你去 你如果 没有把握的话 听得彻底了解的话 如果你胃死道逆流 你跑去看神经科 神经科说 你胃死道逆流 应该看胃肠科的 干嘛跑来我这里 你说那是王勤光讲的 他说你一定挂错科了 没有这样乱看了 胃死道最看胃死道 其实胃死道是神经科 是脑神经的问题 这样懂吧 好 所以同调同步共振 好 什么叫同调同步共振 我讲一个例子 你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你吞东西的时候 这个胶杆要把这个 快乐机打开才能够吞得下 吞得下以后 还要关起来 才不会维持到逆流 就好像你开车 油门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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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开油门 一个管油门 一个管刹车 两个人开一部车 或者一个人开一部车 你不能够同时踩油门 同时踩刹车 也不能两个都不踩 两个都不踩车就不会动 两个都踩就跑不动 或者是说你也不能说我踩就油门 你也踩刹车 我们两个人互不相当 就失调了 所以刺激的同调同步共振性 踩油门的时候 擦车要放 这样 叫同调同步共振 这样才会和谐 才会平衡 不然你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 内耗嘛内斗嘛 你要过这个法案 我就不跟你过 你要做什么我就不给你做 就是 智力审进平衡 就是我们的国家管理团队 刺激平衡嘛 内斗嘛内耗嘛 不平衡不和谐 没有效力嘛 就是这样而已啊 你这样来想 你就很清楚了 所以说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 智力曾经失调过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我最早的智力曾经失调 就是大概在七八年前 我这个诊所还没有开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来看这里 我就 我就忽然间 感到一阵阴汹 我在对面那个博览咖啡 我就喝咖啡 忽然间感觉到天闲地转 跑啊 这样晕啊晕啊晕啊 我就 差点要像树一样倒下去 后来还好抱住东西 一直吐一直吐这样 后来我就 跑到那个三种附近 我就坐在车里面 哇 一直吐 后来我就跑到三种里面去 挂个急诊吧 我也知道 我本身是急诊医师嘛 会不会有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可是觉得吐 还打个止吐真好 结果 这个实习医师看完 我也当然不会告诉他 我是医生了 避免给他太大的压力 看一看也没有好啊 后来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开车 后来就 请员工开了 那时候我就在虎尾 我就在虎尾 我就在虎尾 就回到虎尾 一个礼拜都晕了 晕了 晕了 天险地转 后来我就找我一个 台大的教授朋友 他本身就是研究智力神经的 他就给我吃一个gaba 一个oregano 就好了 我想说 这样哦 智力神经失调 我才开始进入智力神经的 点液影 后来我又有一次智力神经失调 后来我就 整个就不错 他说我交感太高 副交感太低 失衡了 比例不对嘛 因为智力神经是阴跟阳嘛 阳就是交感 阴就是副交感 所以 《黄帝内经》里面讲的 这个 智力神经 阴阳不平衡 就是阴阳离觉 今期乃绝嘛 所以说你阴跟阳一定要平衡 《黄帝内经》里面就说 阴平阳明 今神乃至 阴阳离觉 今期乃绝啊 所以他讲的就是智力神经平衡 所以我创立这个 不学会 我就用这八个字 阴平阳明 今生乃至 阴阳离觉 今今乃绝 这个是我们学会的一个slogan 一个座右铭 我还有一次我也是 世续平衡 我就记得有一次很多事情这样 都是很重大的事情 我要看枕 病人又要过来 又要吹又要等 然后又麻成一团 我幻想看见我的眼睛 看那个画面怎么好像彩虹一样 你不要以为你的电脑是超级电脑 可以发射人在卫星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能enter 太多 电脑当机就是智力神经平衡的一种 这样知道吗 世续平衡 失调的一种 所以说我们人就是这样 要量力而为了 所以这个脑细胞 像我前面讲的这个 我提过 不过我再提一下 就是说 智力神经失调 有个人他说我智力神经失调 我眼睛看不对焦 脚踩不到对 手脚不听使唤 手脚好像不是自己的手脚 我一看就是尿很简 酸排不出来 后来经过差不多 一次的调理大概六个小时 他就好很多了 后来他也不想再来的 他说我好了八九成了 他就不想再来了 他觉得自己很满意这样 所以说 智力神经失调 你们大家要看一下 葡萄糖果糖中毒这一集 还有生酮椅子这一集 还有细胞内酸中毒 青分子 这个看智力神经 大概就不会再失调了 所以讲过 讲回来 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虽然念了医学院 念了西医 也做了几十年的临床医师 到最后我就好像什么都不会做 我只会把人的酸跟自有机都排掉 很多疾病就好起来 我也不愿意这样 我也是相信 希望能够搞到很多很多 人家看不懂的东西 可是我做自然医学 就觉得这么简单就可以治好 就不用那么麻烦 这样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化繁为简 所以这一集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看下面一集